大家早上好,又是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上课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就来谈这个关于这个武汉肺炎,COVID-19 依然记得在1月23号前,因为1月23号是过年了嘛,就是我们已经回乡了 就是之前上课的时候,有同修进来,但是他问我 当然有一些敏感课题,我还是不能在这边公布啊 只能在课堂里面聊聊,我只能讲,就是说当时他问我 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然后当时我第三年呢,就是看到 就是有魔 所以我知道呢,这个事情呢,就是 如果是以修行来说呢,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因言记住了才会发生 就是,无论它是有任何方式发生 是人造的,还是是通过动物,还是通过任何的管道 但是呢,就是因为因言记住了,它要发生就必须发生 所以,当时我看了,我就跟他分享 然后,我们也问了,当时我们是否可以助手帮忙 当时所的信息是,暂时不能助手帮忙 就是不能助手帮忙 过年过后呢,一月尾呢,我就会来上课了 应该是一月二十九号,一二三十号,我都忘了 大概左右吧 过后我们又再上课 因为当时就是,大陆那边已经开始爆发了嘛,对不对 很多人开始逃离那个武汉的,去世界各国 然后,当时呢,我们就问是否可以 就是说,做超度,去超度那些死去的人 然后,是否可以想办法超度那些烟弃的众生 然后,当然,得到的信息是可以的 我们就开始准备 然后,当时呢,大陆那边传来的信息呢 说,哎,五月八号呢,将会有一个大爆发 但是我们当时看到的信息是,二,三 然后过后呢,再出现四 所以我当时呢,就给他们指导说 二月尾,三月头 然后过后呢,四月底,这个样子 四月呢,是我跟他们讲 但是,哎,奇怪 他出现二,三,就是告诉我二月尾,三月头 然后,四呢,当时我就说四月会爆发 但是,但是我们的信息还没有出现 是四月底还是四月多 然后过后呢,我们就开始 超级一般的,来自各国的同修一级 因为当时我知道呢,这个,这个一国发生 不可能其他国呢,可以独免 就说,一定是其他国家也会慢慢的感染上 所以希望还没有爆发之前呢 其他国家的同修 也可以进来一起念经超度 然后,就度过这场,文艺 这场的,武汉肺炎 然后,嗯 当时,也感恩这些,啊 菩萨 前面讲,他们菩萨呢 他们用心的去召集 所有的人 很用心的去,啊 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办得成功 所以他们的努力我都觉得 这个是仿佛就是人间菩萨在做的事情 然后也有一些同修在课堂我提到的时候 他们说我有跟我的其他师父 然后从其他的师父其他的某某师父 某某某某某的师父说 这个是必须要让它发生的 虽然当时我跟他们讲 就是说我们如果 当时我跟他们分享 如果关心菩萨在世 如果是菩萨在世 你会觉得菩萨会出手帮忙 帮忙那些众生 还是他会修守旁观 但是虽然我怎样欠呢 他们都跟我讲 他们的所谓的 相信的师父说不能出手 所以当时呢 我们真的是很努力的 着急 但是进来课堂的人 多不多 但是当时我就说最重要的就是 大陆那边可以有同修进来 感恩 着急了 一些大陆的同修 是蛮困难的 因为他们只能用微信 不能用中铃 然后 然后我的微信又被封了 然后感恩 就是说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 去做超度 我说当时最重要 到武汉的一定要进来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摩是在武汉 我们当时呢 就唱颂大杯酒 辛金来做这场超度 然后在两天的超度 第一天超度 第二天超度 然后就 我们呢 就 在整个超度呢 我只能分享 我意义记得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分享呢 然后如果是不分享 开始我可能就忘了 就是说我记得呢 依然记得 当时我们在做超度的时候 看到呢 观世音菩萨呢 在撒那个甘露 在整个地球 撒那个甘露 然后呢 也看到那众神呢 就是他 不断地往上伸 伸起一个 就是很像一个外胎孔 类似这个样子 一直不断地 很多的众神 一直伸上去 然后 当然 其中也是有 其他的动物的灵魂 然后 也有一些同修呢 他们在超度的过程呢 他们有 供请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 利贷如先啊 然后他们 时期的亲友啊 朋友啊 然后有一些 有一位 依然记得 有一位武汉飞 武汉来自武汉的同修 他当时说 他在 我们一开始 说公请 那些 众神进来的时候 他 感觉到 他看到 很多的 众神 在他旁边 坐满了 然后当我们 一开始 唱诵经文的时候 那众神呢 就开始 离开 他看到 然后 有一位同修分享呢 就是说 他在 请他的 父亲啊 死期的父亲 然后 兄弟 然后朋友 也看到 我们 课堂一开始的时候 就进来 然后过后呢 一唱诵经文 就离开了 他们就离开 而有一些呢 同修 他们看不到的呢 他们就 感觉到呢 当我们课堂 一开始的时候 一阵 一阵冷的感觉 然后一唱 经文过后呢 呃 那个 呃 那个众神就 离开 那个冷的感觉 就没有 啊 要跟大姐也蛮 但是我们是 呃 唱诵经经而已 不是大悲咒 但是我们只是 唱诵经经 然后呃 也有一些 同修 的分享 是说 他有很多 莫名其妙的伤感 其实他当时 不明白 为什么他 这样的伤心 是因为他感受到 那些众生的伤心 所以他才会有 这样明显的 伤感 然后呃 也有同修呢 当时呢 他就呃 站起来 五体头地的 膜拜 然后呃 不断的 五体头地的 膜拜 这个样子 然后呃 也有同修呢 分享的 他们是呃 感觉到呢 一开始就呃 慢慢的 全身 越来越 越热 越来越 整个身体 很热 这个样子 在整个过程 啊 也看不 有一些同修 看不到的 有一些同修呢 就没有感觉到 任何东西 任何事情 任何的感觉 啊 就是这个样子 而我本身呢 在整个呃呃呃呃 是看到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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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太多了 那些众生 无论是动物 还是 还是那一人 非常的多 就是不断的飘上去 飘上去 然后飘到去 极乐世界 然后 就是当时 所 收到的信息 我们 当时超度了 第一天好像是四兆多 我都忘了 就说两天加起来 好像是五兆多吧 我都忘了 但是我想 有这样多吗 我们地球上不是只有 多少亿人而已吗 后来慢慢我明白了 因为 因为那时期的灵魂 它没有超度 它依然在地球上呢 所以它其实比人类还要多的 因为不止人 不止这一 这个时候的死亡的 还有过以往的 然后还有动物 还有虚菌 还有蝙蝠 还有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们超度了 当时呢是超度了一部分 然后他们飘去那个 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告诉你 我没有看到 大家 就是说有一些 所描述的 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呢 好像就是说 有龙的柱子啊 还是什么什么 老实跟你讲 我是看到他们 好像类似飘去 一个宇宙的地方 某个地点 然后那个地方呢 菩萨呢 就是开了一个能量场 给他们在那边 但是我所看到的 那个能量场呢 是青色黄色的能量场 不是我平时所看到的 我超度的那个能量场 它的颜色 然后我看到呢 他们那一众生呢 他们就是全部 去到那个地方 密密麻麻 非常非常的小 就好像变成类似一个点 在那边 然后呢 他们坐在那边呢 就是在那个能量场呢 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 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他们坐在那边呢 继续的上述经文 这个样子 继续的 类似好像去到另外一个空间 继续的修行 这个就是好像 我终于明白 我经过几次的超度过后 我终于明白 就是说 当时观信菩萨就是说 在2019年7月给我所知道的信息 就是说 将会有很多大灾难发生 然后呢 第一门将会打开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所看到所谓的死亡 也不是死亡 就是说 这是只是一个 好像类似的考验 然后 就是说 唯有就是说 那些有修行的人 有次数的人呢 就是说 还有保留一些福报的人 他们将会 留下来 这个样子 然后 这次经过这次的考验 如果 不成功的呢 他们将会去到另外一个 空间 这个样子 就是这是当时的信息 然后每次通过 这次的 这次的 武汉肺炎呢 就是COVID-19 然后超度是说 我看到 也验证了 当时 观信菩萨给我的信息是 这个样子也是对的 然后过后呢 超度完了过后 我 当时 2月 22号和2月23号 我们就超度嘛 然后2月23号 下午呢 就马上收到信息呢 就说 大概是五六点吧 我也忘了 我们还要做多一场超度 再要 是在3月15号 那场超度 就是说 他的信息 是自己下来 然后 告诉你呢 就是说 其实 那个超度 将会安排 出来 这个样子了 这个就是我们 当时在超度 做的 那个武汉肺炎的 第一场超度 也 也很 就是说看到呢 就是超度过后呢 哎 真的 没有 来一场大爆发 可以成功 把这个疫情 压下来 原本他们就是说 如果2月8号 不发生大爆发的话 三月头将会来 就会大爆发 但是因为 这场超度 有很多来自不同 大陆的 不同的地区的 独秀进来 超度 所以呢 就 仿佛就好像 成功了 把这个 这个灾难呢 压制下来了 所以 很感恩 这些 跟我一起 做超度的 同修们 这般同修们 我觉得他们 都是 菩萨心肠 愿意 付出那一点点 时间 给 很多众生 当然 也不能怪罪那些 不敢做超度的 同修 因为我觉得 就是可以 超度 这样多众生 可以讲 是我们的 福报吧 就是说 我们所有一般 同修的福报 就是也是 被选择 做这件事情的人 我也是觉得 就是说 他们 这般 这般 众生 愿意 让我们 给他们 做超度 所以才会 成功 超度 他们 所以 是感恩 所有的一切 虽然我觉得 自己 不是最棒的 依然有 最棒的 就是说 前辈 在前面 就值得 我去向他们 学习 但是 每一次 我发现到 超度 他都会 给我看到 许多 许多 的东西 然后 让我更加 明白 一些道理 然后 让我 开启了 更多的智慧 然后 也感觉到 自己的 超能力 就是神通 在佛教里面 就称为神通 就是 那个神通 就不断的 在打开 然后 身体 也不断的 一直在 扩展 然后 就是说 身体的 那个 越来越健康 它好 仿佛就是要 要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 接受 越来越大的 那个能量 下来 所以 是蛮 感恩的 谢谢 大家的收看 感优优独播剧场